美帝骑士千万剑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懂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吸睛 白宫发了一条推文 底下炸开了锅 7月1号 白宫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推文 推文里头呢 它是这么写的 在计划今年的野餐嘛 根据农业局的数据 7月4号BBQ的成本 比去年的有所下降 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拜登的经济计划正在奏效 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 文字下方呢 白宫还附上了一张动图 图片上写着 2021年7月4号 野餐的成本相比去年下降了0.16美元 根据动图上的信息 32盎司的猪肉豆子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13% 两磅碎牛肉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8% 半家轮香草冰淇淋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 三磅猪排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2% 一家轮鲜榨柠檬茶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2% 一磅奶酪切片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1% 一袋13盎司薯片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1% 就是这样的一条推特呢 就引发了吃瓜群众疯狂的嘲讽 连着今日俄罗斯呀也过来凑热闹进行了报道 取的标题呢还特别的有意思 叫做 引号 我可以买房子了 白宫吹嘘2021年7月4号 野餐降价0.16美元 网友不以为然 一位名叫Dan Price的小哥 直接了当地写道 16美分 现在平均房价每1.3秒上涨16美分 也有吃瓜群众反访到 16美分 叹号 了不起的工作啊 这位小哥呢还配上了副总统贺锦丽 去年10月7号得知拜登赢得270张选举人票后 给拜登打电话时的动图 上面配上了贺锦丽当时说的那句话 我们做到了 瞧 还有吃瓜群众讽刺到呀 这真是太棒了 我刚刚用从热狗店省下的16美分 买了一栋房子 也有明眼的一员站出来 对此表示不满 说呀 显然白宫的人最近都没有去过加油站 每加轮汽油的平均价格是3.15美元 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价格 比去年上涨了42% 照我说呀就在这个啥都涨就工资最稳定的时代 白宫的这条推文呢真的还是蛮陶大的 第二条 今日份最挨诱 狗狗必有儿子了 马斯克的一条推文让他长了一倍多 要说呀 这币圈带货王 有硅谷钢铁侠支撑的马斯克肯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而且呢 这排名极为靠前 这不 他又有了带货的新宠 周四 马斯克发了一条推文 让一种名叫小狗狗币 baby doggy的新型加密货币 价格呢 直接飙升了一倍多 马斯克呀 是这么写的 baby doggy嘟嘟嘟嘟嘟 显然呢 这是在模仿著名的儿歌 鲨鱼宝宝baby shark的歌词 在他这条推文发出去以后 baby doggy迅速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 过去二十四个小时中 这款狗狗币的衍生品的价格飙涨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八 加密货币网站coinmarketcap上位一份描述说呀 baby doggy试图通过展示他新的改进的交易速度和可爱之处 来给他的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条 今日粉醉娃物 82岁的老奶奶将参加蓝色起源载人首飞 贝佐斯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新谢波德号 7月20号载人首飞的又一乘客名单公布了 那就是82岁的女性飞行员沃利分客 一同前往这趟十分钟太空之旅的呢 还有贝佐斯本人和他的兄弟马克贝佐斯 以及呀花了2800万美元拍下一张船票的神秘中标者 7月1号 贝佐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 芬克说 被蓝色起源选中参加这次旅行 我简直说不出有多棒 芬克呢 曾经是大美的联邦航空管理局首位女性检查员 也是大美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第一位女性航空安全调查员 她曾经是水星13节的一员 13位美国女性在上世纪60年代 参加了一个私人项目 接受了NASA为水星计划选拔的宇航员 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筛选过程 芬克呢 是这个项目最为年轻的毕业生 不过 这项研究并未获得NASA的批准 这13位女性后来也没有去成太空 NASA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才开始正式选拔女性宇航员 于是在1983年6月 萨利·莱德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 如今 沃里风克这位拥有19600小时飞行时长的 82岁女性飞行员 将乘坐新谢波德号飞往太空成为最为年长的太空飞行者 目前呢 这一世界记录的保持者是已故的大美帝首位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 1998年77岁的他 将军事业飞行 这违珍银河开发的太空船二号 一次呢 可以搭载两名机所人员和六名游客 游客将在飞行中体验数分钟的失重感 从太空欣赏地球的景观 目前呀 船票的单价是25万美元 大约已经有600个人预定了 第四条 今日份最唏嘘 大美的短跑名将因为吸食大麻 恐怕无缘东京奥运会白米赛事 大美的短跑名将理查森 今日呢因为大麻要剪成阳性 可能会错过本月晚期时候 开幕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些赛事 理查森在周五 接受ABC新闻采访时证实 他在俄罗冈州游京 参加奥运会田径选拔赛前 得知了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 因而呢吸食了大麻 面对可能错过奥运会比赛 理查森表示 他想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他说我不想要找借口 或者寻求同行什么的 但是我和我母亲的关系 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既有积极的方面 也有消极的方面 因此这个消息对我打击很大 理查森在上个月举行的奥运会 田径选拔赛中 以10.86秒的成绩 赢得了女子100米比赛 他的律师告诉NBC新闻 理查森被禁赛 是因为在他的药检中 发现大麻主要成分THC称阳性 这位短跑名将 现在被禁止参加奥运100米赛事 但是可以参加其他项目的比赛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 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明天好 好 明天好 好 来呀 好 好 感谢观看